這輛車出軌 目前我所知道是這輛車有8點車廂 但是5到8車目前都因為變形的關係卡在隧道當中 剛剛在1車廂的這一個站務員還有列車長都路律律律被救出來 再聽一下列車長,所以請的說吧 前面大概3到40車大概有多少人坐 連接車廂都是大概52個人 今天是滿座就對了 對,滿座還有站票 你覺得是有東西卡在隧道上嗎 我真的不確定,因為我在1車感受到緊急剎車 然後車體錯縱 就這樣,然後就停下來了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列車長的全身其實都是沾滿了泥巴 因為他也是在1號車廂 但是也因為強烈壯絕的關係 整個人可以說是爬出來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剛向他車人所說的數字都讓我們覺得非常憂心 他說那一輛車廂大概總有52個人滿座 那麼5到8車廂大概就有4個車廂大概就有200個人這樣的車廂 那麼除此之外呢,今天遊艇是連下的關係 原本是沒有販售站票的泰魯高列車 在這輛列車也販售了120張的站票 那我們也不太確定呢,從5號8號車廂到處有多少人是站的情形 但是呢,當初呢,泰魯高列車在設計的時候呢 之所以不一定有站票 就是因為呢,這個泰魯高列車是屬於高速 而且挺結識列車這樣的情形喔,比較容易摔倒 因此呢,才會沒有站票的情況 但是呢,在這一次,由於新聞演講 有120張的站票 那麼也可以相信呢,在這一次這麼嚴重的撞擊 跟突然下車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站立的人呢,會比坐著的人受到的傷害更加的嚴重 因此呢,從我們剛剛所得到陸陸續續傳的消息呢 大批的受傷民眾呢,已經被傳送到了花蓮 其他的一些福利醫院等一等來自己救治